為了瞄準頂級市場 就有單價一克 是四百到五百的平價牛排店 端出超大的鮮嫩美國和牛來應證 希望可以繼續搶攻中秋節後的用餐的商機 而另外還有另一家高CP值的餐廳 打出了限量8盎司老偷牛培 以及17盎司的戰斧牛 吸引顧客聞向上門 超大鮮嫩的美國見到和牛 高溫直火炙燒 逼出濃郁的肉質香氣 搭上壞菜 玉米筍 鮮甜 蜜蜜瓜 一塊單價破千 但現在平價牛排店也吃得到 牛花區的和牛是美國引進的日本養殖法 28天放牧養 肉口即柔 濃厚至少熟成牛排走千名路線 客單價平均路在四百到五百元 下位超前部署強勁頂級市場 抓緊兩三個月前和牛價格下跌 移近九百到九百六十元購入 如今身價飆漲破千元 霸氣端上桌 千萬有找 吸引韜客 衝刺中秋節後的商機 希望能夠搶攻所謂的頂級的客群 再來是說美國見到和牛 它的價格其實一直在飆升 這樣的一個優惠 回饋給消費者能夠成長百分之二十左右 千萬上布曼天然牛油 享用樂眼牛排上蓋 染中帶進的老饕牛排 逼出肉香 不忘去除筋膜 高CP值排餐 卡位賣喜高檔牛 還有這一家 我挑那個plank的東西 一般老饕 台北市啊 比較高檔的 都要上千塊才吃得到 那我們為了要照顧這些打拼 在外面打拼的功能 撒上新疆蒜麗 搭配溫色回甘的玫瑰盐 在三重大街飄香超過十年的大智牛排 除8盎司一顆600元的老饕牛排 還有17盎司的700元的戰斧牛 雖說成本上漲 但達出限量 回饋偷客 還有桃園 太夯的和牛炙燒牛排 澳洲M9和牛和海鮮拼盤 海陸套餐1300元 翻轉評價牛排印象 業者們轉換策略 跨足 頂級市場 兼顧 開拓 更多客群 溫向上門 記者 盧俊明 周韵 台北沈摩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